《见到第一线》第3627章 《炎福众生》 《大日独照》 《清明之上》 诸天万道演化的灾结力量 翻涌肆虐 苏毅和黑狗一起朝前行去 一路上所遇的大道灾结力量 果然翻倍提升 凶险之极 可在苏毅面前 根本无需动手 以尽数溃散消失 黑狗高兴极了 他负伤惨重 本以为必将失去 封天之争的资格 哪曾想 却换来了苏毅的庇护 一路上再不必担惊受怕 完全可以躺着闯过问天官 苏毅则没有想那么多 如今的他 早已对灭杀定道者的属下 不感兴趣 之前若子然客等人不招惹他 他也懒得去做什么 然而这些家伙不识趣 苏毅自不会再留情 这问天一官 考验的是修道者一身的道行 可惜 好像对我没什么用 苏毅有点遗憾 原本他还有些期待 想试一试 这问天官 能否带给自己一些魔力和感悟 可现在 苏毅意识到 自己想多了 以问天官那些大到灾结的力量 或许能威胁到世间任何始祖 可在他面前 终究有些不够看 意识到这一点 苏毅不再多想 自顾自前行 渐渐地在他前方只剩下一人 孙嚷 其他参与封天之争的强者 都已被远远地落在后边 片刻后 这清明尽头处 出现一道巍峨巨大的戒壁 就像大山般 矗立在清明之上 通往更高处的混沌之中 那戒壁翻涌着 晦涩神秘的规则力量 又滚滚混沌洪流 从上方垂落而下 那就是清明尽头的戒山 代表着封天之路第一关的尽头 孙嚷是第一个抵达 当他的身影 出现在那座戒山之下 更高处的混沌之中 轰然垂落漫天紫色 气韵洪流 浩浩荡荡 全都涌入孙嚷体内 肉眼可见 那紫色气韵中 夹杂着金色的光流 神意莫测 也让孙嚷整个人 笼罩在一层 神圣超然的璀璨光运内 鸿蒙气韵 黑狗眼眸发亮 孙嚷第一个抵达 竟然能获得 如此多气韵加持 实在不可思议 说着 黑狗看了苏毅一眼 欲言又止 之前的路上 黑狗很清楚 只要苏毅原因 必可以轻松成为 这闯过问天官的第一名 可苏毅却没有这么做 也不知是不想 还是对当这第一名 根本不感兴趣 足足数个弹指尖后 涌入孙嚷体内的鸿蒙气韵 这才消失不见 孙嚷悄然转身 看向苏毅这边 待会你我 就在此一站如何 苏毅恩了一声 自顾自带着黑狗 来到那一座戒山之下 黑狗仰头望向戒山最高处 满脸期待到 也不知我能获得多少气韵加持 正说着 一缕飘渺的鸿蒙气韵垂落 涌入黑狗体内 然后 就再没然后了 黑狗眼珠瞪大 难以置信到 就这么没了 干他娘的 老子差点允命 好不容易到了这里 就只给这么点鸿蒙气韵 苏毅则忍不住笑出声 他大概明白 原因就在于 黑狗是被自己一路带着抵达此地 自然被鸿蒙气韵不待见 远处旁观的孙嚷见此 都不由呵呵笑出声 大感有趣 笑个屁啊 黑狗恼羞成怒 恶狠狠瞪了孙嚷一眼 孙嚷则将目光看向苏毅 我倒想看看 道友能否带给我一个惊喜 苏毅笑了笑 目光望向戒山之巅 哄 戒山巨颤 似有万道轰鸣 在孙嚷吃惊的目光注视下 戒山之巅的混沌中 竟向决堤了斑 有洪流般的鸿蒙气韵 浩浩荡荡奔奔流而下 那鸿蒙气韵成紫金色 最不可思议的是 当垂落下来时 竟缔结成一朵朵气韵莲花 全都朝苏毅一人笼罩而去 孙嚷这才意识到 哪怕自己第一个抵达 可相比苏毅在闯关时的表现 终究逊色了一筹 不过 气韵本天定 孙嚷倒也并不嫉妒 可出乎他有料 这一刻的苏毅 却大袖一挥 把那些从天而降的气韵莲花 一股脑都送给了身旁的黑狗 黑狗发出一声怪叫 还没说什么 就被无数气韵莲花淹没 而苏毅只随手粘住 其中一朵气韵莲花 拖在了掌心 静静打量 气韵 代表着源自天道的运术 加持于身 往往能够和天道更契合 更接近 故而能够在道徒修行中 获得莫大的福运 可归根到底 气韵也是命运秩序的一种 当苏毅首拖那一朵气韵莲花 一瞬就感应到 这其中蕴藏的气韵力量 无比原始和特殊 分明代表着 鸿蒙静域最古老的一种天韵 可最终 苏毅只见一挥 连这一朵气韵莲花 也落在黑狗身上 消失不见 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孙嚷再忍不住道 何故如此 苏毅随口道 不着急 等我成为这鸿蒙静域的主宰 此地的天道气韵 自然都将归我所有 孙嚷一正 挑起大拇指 笑道 不愧是我被剑修 这一般气魄放眼古今 也无人可及 苏毅悄然转身 看向孙嚷 当初你曾说 定道者能够解决先货的问题 让先凡之别 不再成为天下众生心中的祸患 要不 你等我和定道者一决高下后 再和我对决 孙嚷美好气道 若真到了那时 你觉得我还能出得了剑吗 苏毅略意私存 道 也罢 你我就在此地一决高下便可 孙嚷笑道 这才对吗 他指了指戒山之巅 去那里战斗如何 好 下一刻 两人的身影就出现在戒山之上 这里混沌争腾 弥散出可怕的大道威压 换作那些禁区主宰 怕都无法在旗上立足 可无论孙嚷 还是苏毅 皆稳稳的立在呢 我所求所的大道和众生有关 而我的剑道 则名唤严幅 孙嚷脸上的笑容不见 神色平静 坚定 带着一股发自心中的虔诚 严幅众生 与修道者眼中 虽渺小如蝼蚁 却广不天下 浩浩荡荡 莫有能语之比 声音回荡时 在其掌间 悄然凝聚出一口道剑 道剑 由他一身道横凝聚 剑身之上 似有严幅世界 无垠众生显化 给人以大而无量的厚重质感 只看这把道剑的气息 就让苏义眉目间 浮现一抹难掩的欣赏之色 剑意神韵 与身心契合 了不得 至此 他总算明白 为何定道者会对孙嚷另眼看待 在孙嚷身上 自有一股超绝物外 兼济天下的大胸襟 大风采 根本无需说什么 从对方一身剑道中 就能感受到 孙嚷扬起道剑 剑锋斜指上方 道 晴 一个字 直似铿锵剑鸣 骤然响彻 又似代表着众生的声音在响彻 一股无法形容的剑威 也是从孙嚷身上扩散而开 苏义立在那 抬手做了个请的动作 孙嚷挑了挑眉 与我争锋 不屑亮剑 苏义摇头道 你我接见修 我自当以至强之力应对 以示尊重 孙嚷目光凝视苏一片刻 道 也好 哼 这一刹 他一身光焰流转 像彻底变了一个人 身后映现出一道神秘的剑道异象 每一寸肌肤 每一缕发丝 都在飘洒耀眼瑰丽的剑光 这片混沌笼罩之地都猛地剧烈震战起来 被他那一身不断攀升的威势惊动 若从戒山脚下仰望 立足在那的孙嚷 简直就像一轮最璀璨的太阳 那些混沌物矮都无法遮掩其光芒 苏义眯了眯眼眸 他一眼看出 此刻的孙嚷已将一身道横倾静运转 毫无保留 而这也就意味着 当孙嚷出手时 必是其毕生至强至上的一剑 不会有任何保留 更不会有任何留情 这样的孙嚷 也让苏义感到惊艳 他的确没看错 自进入命河起源以来 放眼当时的所有剑修之辈 孙嚷可称得上魁首 无可比拟 同样修行剑道的鸿蒙主宰花匠 相比此刻 孙嚷显露出的剑道底蕴 都要逊色一筹 枪 就在苏义心念转动间 孙嚷已出手 一剑横空 直似独照诸天上下的一轮烈日横移 那无尽的剑光中 是炎伏之剑 是云云众生 是无尽般的灵灵剑威 太过恐怖 才刚出现 这戒山之巅的混沌物矮 就被碾碎 裂开一道巨大笔直的痕迹 凡人望天 大日独照 奇光之盛 世间无可语之笔 孙嚷这一剑 便犹如凡人眼中的大日 有独照天下之风范 举世莫可语之笔 山脚下 正在汲取何荣和鸿蒙气韵的黑狗 眼睛都被刺得直流泪 在他感知中 只看到一道璀璨无匹的光 其他的再感应不到 可源自本能的危机感 让他浑身乍毛 感受到窒息般的压迫感 这是怎样一剑 几乎在同时 苏毅出手了 其身影舒展 右手扬起 扁执如剑 一斩而出 黑狗脑海翁的一声 神魂核心镜 在这一刹被完全震慑 眼前茫茫 六时恍惚 再看不到任何景象 再感知不到任何事物 脑海中只残留一幕画面 在那一幕画面中 宛如大日挪一般的一道剑光 呼得一寸寸炸开 当剑光化作漫天光雨飞洒 就像独照天下的一轮大日 从天穷上四分五裂陨落 天穷没了太阳 一切都陷入黑暗 那一道剑光消失后 一切都同样陷入涌迹 黑狗脑海空白 而正在清明之上闯关的那些强者 皆感觉脚下的清明猛的一阵摇晃 就像封天之路上的问天官 遭受到了严重冲击 每个人都很惊疑 这是发生了什么 第3628章 杀心之问 借山之巅 毁灭气息消散 渐渐沉寂下去 孙嚷跌坐于地 长发披散 从伤口流淌而出的鲜血 浸透破损的衣袍 而后像小溪般沿着躯体往下 汇聚成一片血泊 他一条臂膀都已断掉 胸膛处有着一道触目惊心的剑痕 将其身影撕裂 快要一分为二 那如若青年般的面庞 惨白如指 他头颅低垂 大口喘息 躯体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也不知是痛苦 还是因为力气快要衰竭 远处 苏毅拿出酒壶 想了想 最终没有仰头畅饮 便拎在了手中 扮上 孙嚷护得艰难地一手称帝 亮亮呛呛地站起身来 那低垂的头颅缓缓扬起 看向苏毅 这一剑 为何到最后又收了起来 孙嚷唇脚扯动 声音嘶哑 难道你以为 我孙嚷是个贪生之人 亦或者说 你想让我尝尝 生不如死的滋味 他眼神黯淡 可依旧坚定如剑锋 直视苏毅 没有一丝波澜 你想多了 苏毅道 我只是不想杀你 不想 孙嚷皱眉 我是定道者大人的属下 你不杀我 未免也太负人质 说话时 他捂着胸口剧烈咳嗽起来 身上鲜血流淌 一身生机 仿佛都在快速流逝 之前 他和苏毅 仅仅只争锋了一剑 仅仅一剑 胜负一分 孙嚷很确信 若不是苏毅最后收手 自己早已形神俱灭 化作洁净 苏毅终究没忍住 仰头喝了一口酒 这才说道 哪来那么多废话 纵使你恨我入骨 只要我不想杀 世间就无人能强迫 孙嚷深呼吸一口气 道 再来一剑 轻飘飘一句话 却让苏毅眼眸微宁 眼下的孙嚷重伤垂死 他若再想出手 就只有一种办法 倾尽性命本源 以命相搏 无论他是否能赢 最终都注定必死 苏毅想了想 只说道 想不想看一看 有朝一日 我能否化解先祸 孙嚷一正 苏毅道 若想 就别坐见自己一身剑道 若不想 你立刻就可以动手 说吧 苏毅转身走下戒山 眼见苏毅身影渐行渐远 本欲以死相拼的孙嚷 破天荒地犹豫了 非是他一颗剑心不坚定 也不是他忽然间怕死了 而是苏毅那番话 触动了他内心深处 坚守了无数年的一个执念 仙祸 当初正因为认为 定道者以后 有机会彻底解决仙祸 他才会心甘情愿 为定道者效命 而眼下 苏毅那番话 也让抱着死至的孙嚷被触动 最终 他一屁股蹲坐在那 叹息着喃喃道 你这家伙的嘴巴 可比你的剑刀厉害多了 已走下界山的苏毅 不禁笑了笑 孙嚷是个与众不同的剑修 感觉如何 苏毅目光看向黑狗 黑狗精神抖擞道 孩儿如今 如何那些气韵后 自有一种成为 鸿蒙气韵之子的感觉 苏毅 这狗日的 怎么会有一种 韧蝶的嗜好 却见黑狗舔着脸道 当然 义父您就仿似那鸿蒙气韵的爹 孩儿在您面前 只能被迫 自讲一个辈分了 苏毅一拍额头 得绕了这么一圈 原来是为了 给自己当孙子找借口 眼见黑狗一脸谄媚 还想说什么 苏毅打断道 接下来两关 一切靠你自己 黑狗抖了抖尾巴 道 孙儿明白 祖宗是为孙儿好 碰 苏毅再也忍不住 一脚把黑狗踹飞了出去 而苏毅则一步迈出 身影如一抹光影般 穿过那一座戒山避障 消失不见 黑狗赶忙追了上去 戒山另一侧 便是封天之路第二关杀星 眼见这一人一狗相继离去 孙儿不禁露出一抹笑意 人生于世 于见到路上 不只能领略剑客的风采 还能亲自与剑客转世之身 苏毅一战 何其快哉 不过在内心深处 孙儿不认为 苏毅能赢了定道者 他常年跟随定道者身边 太清楚 定道者是怎样一个 深不可测的强大存在 相比起来 如今的苏毅虽然厉害 可在孙儿心中 依旧很难把苏毅视作 能够和定道者平起平坐的一个人 这不是偏见 而是孙儿的真切感知 长吐一口气 孙儿不再多想 悄然闭上眼睛 开始疗伤 时间推移 此次参与风天之争的数百位修道者 最终仅仅只有六十余人 抵达介山之前 其他人尽数被淘汰出局 如此残酷的竞争结果 也是在以往岁月中极少见到的 一切皆因为 这次的风天之争太过特殊和凶险 当看到盘西打坐疗伤的孙儿时 那闯过问天官的修道者 皆心中一震 在和孙儿的见到争风中 难道苏毅已经死了 孙儿悄然睁开眼眸 似洞察到众人心中所想 不禁自嘲道 别想太多 是苏毅饶了我一命 一下子 全场死计 众人面面相去 风天之路的第二关 名幻杀星 一个杀气十足的名字 但考教的 则是心境 罪事诡秘莫测 每个修道者在闯关时 所遭遇的心境磨难 因人而异 各不相同 也从无定数 可要闯过此关 却远比问天官更难 心境罪事优微 道横越高 一旦心境稍有一丝破绽 便会被淘汰出局 在过往的风天之争中 杀星官 几乎是被公认的 最难的一关 许多修道者在闯关时 稀里糊涂就落败了 直至被淘汰出局 也没想出 自己的心境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而此时 苏毅和黑狗正在闯关 对于心境磨难 苏毅自然不陌生 当年在永恒天狱 他曾踏灭了滋生于心魔本源中的 狱外天魔一脉 当时 各种针对心境的杀截 他几乎都经历过 故而 在最开始闯关时 苏毅的心境 几乎不曾受到任何影响 不是没有磨难 而是那些磨难 根本无法撼动他的心境 打个比喻 那些磨难 或许能让禁区主宰在一念之间 一败涂地 可在苏毅的心境面前 一如渺小皮肤 难以撼动大树 直至到最后 苏毅呼的止步 他的心境破天荒地 泛起一丝波澜 原因就是 他的心境 如若置身在一个真实的幻境中 而那个幻境内映现的 是第一式心魔 既然给了削减一个 活过来的机会 为何不能给我一个 第一式心魔质问 苏毅顿时沉默 不等他说什么 第一式心魔再问 若有机会让我的本尊 也像削减那般活过来 你愿不愿 很简单的问题 却像这世间最犀利的道剑 展在了苏毅心境中 苏毅的心境顿生波澜 是啊 若有机会给第一式一个 如削减那般的机会 自己是否愿意 苏毅脑海中 悄然浮现出 那一口悬浮在 龟须之下的青铜棺材 一时间 他心神翻涌 波澜起伏 第一式心魔自顾自导 我再问你 你有多个前世 却只给削减一个活下来的机会 这对其他前世公平吗 声音还在回荡 灌主 沈牧 王爷 礼服游 易道玄 江吴臣等前世的身影 竟陆续出现 这些前世 皆神色平静地看着他 虽然没有说话 却仿佛在问 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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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毅立在那 神色一阵明灭不定 诚然 以你的心境 足可把眼前这一场磨难化解 第一式心魔再次道 可你的本心 若无法直面这些问题 给予答案 一身道横必受此影响 你此生也休想心安 一字字 如诛心之刀 戳在苏毅心头 灌主 沈牧 王爷 礼服游等前世的神色 则或悲愤或不屑 或怜悯或失望 不易而足 苏毅立在那 一动不动 沉默如实 直至许久 他呼得长声一叹 大嗅一挥 第一式心魔 灌主 沈牧等等前世的身影 尽数消散一空 苏毅并未立刻行动 而是立在那 想到了很多 第一式心魔那些问题 的确有杀心之危 直指他的本心最深处 也的确如第一式心魔所言 以他如今的心境 根本不必在意这些 可这样一场经历 却让苏毅又一次 想起了定道者那句话 我身弱是我 生死因自由 种种前世 万般纠葛 真正的本我 岂可能不受任何影响 那些质问 便直指 本我心中最优微的地方 也最凶险 苏毅确信 若非自己心境足够强大 早经历过诸多匪夷所思的心结 这次极可能会吃一个大亏 保不准还有翻船的可能 静静沉思良久 苏毅心中喃喃道 别着急 这一次在封天台上 我自会给你们 不 是给我一个答案 苏毅眼神变得澄澈干净 心境剔透如冰雪 再不犹豫 踏步而行 就此一路闯过沙心关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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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